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ler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這本書 主要是與決策有關的 例如說你有一隻股票 它越跌越深 你斬不斬好呢? 你究竟斬一半還是斬完? 無論在投資、投機、賭博或工作方面 我們無時無刻都要做幾十萬個決策 那怎樣可以確保我們的決策質量呢? 今天所介紹的這本書 是由冠軍打Poker的選手Annie Duke寫的 她曾經說過 她見過很多人打了二十多年牌 但牌技都沒有進步 就算有很多證據去證明他們玩得不好 不合理 他們都選擇去無時這些證據 其實在金融市場又何常不是這樣呢? 我們要持續獲利 就要一定擁有很高質量的決策 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 如何提升決策的質量 這條影片分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正確區分運氣和技術 第二個部分 培養下注思維 第三個部分 擁抱不確定性 第四個部分 拒絕過度正向 將失敗視覺化 在內容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先like一like這條影片 讓更多朋友知道正確的今次知識 第一個部分 正確區分運氣和技術 其實打Poker和炒股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就算你的技術差 你都可能因為運氣好而贏錢 而這種因為運氣而影響的不確定性 很容易令人曲解成為贏輸的原因 將贏錢歸因於自己分析得好 選股得好 出場時機好等等的技術 或者實力因素 而將輸錢的原因歸因於運氣不好 市場不好 莊姦不好 或者其他與自己無關的因素 這個是大部分人的取向 而這種思維模式 對於精準決策能力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一種工具 就是培養下注思維 其實我們在生活上 無時無刻都在下注 我們經常從不同方案裏 選擇或採取行動 就算不採取行動也好 其實都是下注 例如說 投資這樣說 你選擇買股票 買債券 或者買物業 你用多少資金去買 下多少注 都是其中一種 甚至說你什麼都不投資 其實都在下注 因為你選擇拿財 你選擇跳槽 或者留在舊公司 都是下注 你假期選擇出街 或者留在家 都是下注 我們怎樣可以增加下注的技巧 令成功機率提升呢? 首先我們就要適應不確定性 而大部分人都是選擇忽略不確定性的 我們可以做的事 第一就是定期去檢視自己的信念 有時候我們根深替過的信念 可能是錯或者不合時宜的 例如 以前我們會覺得 油價是不會跌到零 買匯豐可以修飾養老 或者公務員是鐵飯碗 養兒房老 或者女子無才便士德 這些都是曾經在某一個時代 那些人會覺得是自己的信念 但是我們都應該定期去檢視這些信念 今時今日是不是正確 或者可行的比率有多高呢? 你想想一下 你和朋友去談論股票 講起Apple或者Microsoft 哪一間市值大些呢? 可能你會說 Microsoft現在市值肯定比Apple 而你朋友問 那你敢不敢打到呢? 突然你就變得好像不太肯定了 這個時候 你應該透過以下幾個問題去檢視自己的信念 例如 我的資訊從哪裡來? 訊息來源的品質好不好呢? 上次更新訊息是何時? 而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或者可信的認知? 我以前又有沒有試過 對某一件事很有信心 但最後發現它是錯的呢? 當有人問你敢不敢打倒 你就會用更加誠實 採訪不偏頗的方式去檢視自己的信念 當你愈客觀 信念就會愈準確 我們隨時可以問自己 我要不要打倒呢? 去訓練自己 由客觀的角度去看世界 而且你這個問題 亦都會對每件事的不確定性 有更深的認識 呼應我一開始提到 很多人會將贏錢歸因於自己的實力 將輸錢歸咎於運氣 為了保持分析原因的客觀性 你亦都可以對各個造成結果的原因下注 當我們積極地分析一個結果的原因 就會發現成功和失敗 不是100%的實力 或是100%的運氣去造成 好的決策 有時都會導致壞的結果 但我們要找出一些可控的因素 每個不好的結果 只要你好好運用 都是珍貴的學習機會 另外很多人都會偏向貶低同輩的成就 例如說 有個同學面試成功 拿到一份很好的offer 我們可能傾向認為 他們的成功都是幸運 但是你想像 如果面試成功的那個是你的話 你就會比較有可能認同同輩的實力 你會在不一樣的角度去分析事實的原因 第三點 擁抱不確定性 你要知道 這個世界不是非黑色白的 或是只有0或100% 所以當我們表達信念的時候 可以按照0至100去評估 你對你的信念幾有信心 例如說 Microsoft的市值 比Apple大 但我只有30%的把握 又或是我有60%的信心 Microsoft現在的市值 比Apple大 對於納入不確定性 其實有很多好處 當你發現 新的信息和原有的信念抵觸 你可以調整你的確信程度 例如說 我原本是70%肯定 現在只有30%肯定 而不需要說 我原本認為是對 但是現在發現是錯 你的信心不會因為改變了看法 而令到自尊心受挫 或者陷入自我懷疑 慢慢變得為了捍衛自尊 而拒絕接收新的信息 另一個好處 用百分比句型 是跟別人說 其實你有不確定性的存在 反而會令到別人覺得你更加可信 有時我們會有一個迷思 以為不是說得很肯定 不是說得100%肯定 別人就不會重視你的意見 但實際其實是相反 表達不確定性的人 表示他有仔細去考慮 信息的數量和品質 同時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不是 無所不知 當如果你每次都將說話 言之作作 別人就不好意思說你錯了 去糾正你 但當你用百分比句型的時候 意味著你用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 去接收新的信息 別人都更加樂意提醒你 令到你的信念更加正確和完善 這是清除你認知意外 不確定性的一種實用方法 另外我們來講講 拒絕過度正向 將失敗視覺化 我們的社交媒體充斥著一些正能量狂魔 但原來比起表現得過度正面 重視負面因素更加有可能令你獲得成功 我的意思絕對不是說 叫你抱怨、認輸 而是進行一個叫做事前驗屍的步驟 你可以幻想一下 當你的計劃失敗了 你可以分析失敗是甚麼原因 你會很驚訝發現 原來失敗是這麼容易的 你和距離的起點和目標 有這麼多條可以引致失敗的路和失敗的原因 有很多原因你是可以控制可以避免 事前驗屍這個步驟可以幫你堵塞失敗的路 去根據未來不確定的情況 妥善地定制一個應變計劃 雖然幻想失敗會令你短期的感覺不好 但是長遠來看 你今天感覺不好 怎樣都好過計劃真是失敗 就算你真是失敗了 你已經知道你在可控的部分 做足準備功夫 比單純每天這樣想像自己成功 其實你想像失敗 是更加容易令你獲得成功的 就例如說你炒股這樣說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在一天輸大錢 你輸到破產了 會是甚麼原因呢 你可以列出很多原因 而當中你發現很多東西 可能因為你懶惰 也可能因為你不小心 也可能是你的分析很Bias 雖然股票市場很多東西 你都沒辦法控制 但是總有一部分你是可控的 做好這些可控的部分 自然勝率就一定會有效地提高 做到Consistent Win的效果 其實炒股和玩Poker 都有很多共通點 例如是你可控的地方是有限的 如果你需要Consistent Win的話 決策的質量是非常之重要 希望這本書對理由啟發和幫助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按下方的小鈴鐺訂閱 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 最新的財經資訊和最實用的 股票交易技巧 也都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你的支持會是我的動力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上傳影片的時間 會是下星期六 我們下星期六見 拜拜